就对,我的错,我的错 难道在你们眼里 一家人也要有个高低贵贱之分吗 高低贵贱 你这话说的差点意思吧 人本来就分三六九等 怎么,不服气啊 行,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地豪集团 分公司,销售部主管 就你穿这样 连我家的狗都不穿 怎么,现在的狗都穿成这样了 闭嘴吧你 就你,能跟我们家狗闭吗 我说林初夏 早在之前我也打听过你 说你混得不怎么样 但没想到你混成这个样 难道在你们眼里 就只有金钱和利益吗 你们看不起我没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们 人生是有起有落的 哎呀我去啊 这文采我们还真比不了 来来来,叶总 喝酒喝酒 叶总喝 林初夏 你说你这么有文采 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 林初夏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社会吗 什么社会啊 你说我听听 好 那我今天就跟你上一课 在这个社会 没钱没权没势力 谁跟你是亲戚 谁跟你是朋友 在这个社会 人格尊严 都是可以拿钱买的 有钱就了不起吗 你说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有钱就是了不起 就你这种送外卖的穷鬼 我就是看不起怎么了 真是可笑 你 这次我先放过你 下次有你好看的 骂我 怎么你都先脏了我的手 叶欣 你 你怎么可以打出下呢 小姑 叶欣可是奶奶今天请来的客人 你看林初夏是什么态度呀 一点礼数都没有 是啊 怎么说都是林初夏礼会啊 初夏 如果你不想当外卖员 我可以帮你啊 但是 今晚 你懂的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只要你答应 你以后就不用当外卖狗了 考虑考虑 考虑 考虑 考虑好了没有啊 你这个臭流氓 离我远一点 你妈都敢打我 我都要看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 妈 你快说说话吧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别人都没打出下了 你 林奶奶 刚刚我只是想给初夏介绍一份工作 想让初夏不用那么辛苦 可是 不知道怎么了 惹怒了初夏 我也没想到呀 这个初夏堂妹呀 她真是不使好人心呀 是啊 初夏 人家夜心是我请来的朋友 你看出你对人有什么态度你这是 初夏 你知道吗 上学的时候我跟你表白 你拒绝了我 我的心就死了 你知道吗 夜心 你喜欢我 但是我不喜欢你 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将就的 不知道吗 哈哈哈 刚才我是逗你玩的 你当真了 幸好当初我没跟你在一起 要不然 我和你不是一样都没用吗 哈哈哈哈 哟 我们夜心当年还喜欢过林初夏呀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 让你们见笑了 当时我年少无知 看人的眼光不行 夜心 夜心 人若辉煌莫忘本 树高万丈莫忘根 哟 才有兴致 对我们做上师了呢 哈哈哈 夜心 你求人太甚 妈 我没事 月阿姨 我是恨铁破成钢 实在是替初夏惋惜 是啊 小姑 人家夜心也是为了初夏好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当个送外卖的 多辛苦呀 我是真没想到呀 我们一个个竟变成这副模样 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心情是永远不会变质的 唐姐 你生病住院的时候 是谁给你掏的钱 还有小天 你高中时候第一辆飞行车 是谁给你买的 林初夏 你这是干嘛 当初都是你自愿的 我们可没抢破你 还有你 夜心 我们是邻居 从小到大 你穷的吃不上饭的时候 是我给你买的饭吧 这些你们都忘了吗 本来这些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但是你们一个个的实在是太让我寒心了 哎呀 陆夏 你不说 我们都忘了你 为我们不说那么多 看在 你对我们不说这么多 那我就好好报答报答你 夜 夜心 你会后悔 后悔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当初追过你 给你脸不要脸 就你这种破色 你现在送回我我都不要 我现在赚的钱 是你一辈子中外卖 都赚不到的 夜心 你别以为我们你出下好欺负 你不就是帝国集团修售部门的主管吗 我告诉你 我没出下 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帝豪集团的董事长 我没听错吧 你信吗 对了也信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这个送外卖的堂妹啊 声称自己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 还和我们的小姑啊 一起来骗大家呢 真的没有骗你们 我们家初向 就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 还帝豪集团董事长 那 疯了吧 就他这样 还是帝豪集团董事长 我看是白日做梦 我告诉你 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人 呸 还帝豪集团董事长啊 你也不撒谎酿照照自己 真是可笑 我就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 我告诉你 人不可貌相 哈哈哈哈 还董事长啊 我看你是外卖帮帮主吧 哦 不对 是外卖帮帮主 叶欣 你别太过分了 哼 徐阿姨啊 我可好心提醒你一句 我可是帝豪集团的销售部 部长 帝豪集团董事长是谁 我能不知道吗 这 看你女儿的初夏 是不好意思和你说自己是送外卖的吧 骗你的吧 不过这个牛可吹大了 是啊小顾 你不会到现在还天真的以为 他就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吗 行行吗小顾 我 初夏 你真的骗妈的吗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送外卖 也是因为这个不敢回家吗 妈 你别听他们的 我真的没有骗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不要出去了 不行待在家里 妈妈养你 妈 我真的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 够了 够了 还在嘴硬 一个女孩子家 常年待在外边 混不出名堂也就算了 你说你啊 老大不小的了 如果你这样再下去啊 你连嫁都嫁不出去了 奶奶 真是丢人现眼 好好的一堆饭 叫你们妻子就去饱了 哎呀奶奶 妈 我没事 你去扶奶奶吧 初夏 记住妈的话 如果在外面混得不好啊 就回家来 妈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妈 你看看你临初夏 把哪个都给弃走了 等着吧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们会为你们今天所做的 付出代价的 代价 我 我好怕呀 你一个送外卖的 能让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我告诉你 老子现在是辛苦区 最大的拆迁户 我上班 吃吃玩玩 厉害啊叶希 那等你发达了 可要照着我们几个呀 没问题呀 咱没什么关系呀 等我们家拆迁了 我带你们去迪宝玩 吃好的喝好的 就是不吃免费的 那咱们得好好静静夜走 来